说起细车的设计不得不提的就是欧一门了 其展开是就像一只飞翔的海鸥 显得牵引而又活力 而大家知道欧一门是怎样产生的吗 看来还感觉它是被逼出来的呢 下面就让小编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首位量产欧一门车的就是温驰了 不过说起来其最早出现的原因 却是在赛道上 话说在二战之前 奔驰一直是欧洲赛道上的宠儿 二战后暂时退出 一直到战争结束后奔驰才重回赛场 不过回归赛场后却发现天已经变了 再也不是奔驰一人独大的场面了 面对动力不足的问题 奔驰的赛车项目负责人 Rodov-Olanian通过系统升级将动力提高了60马力 而随之而来的发动机体积太大的问题 也是让他们头疼不已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Rodov开发了一种新的车身框架结构 并将其外面设计成了子弹的形状 这就是W194的造型了 不过Rodov很快就发现另一个问题 W194由于要保证车子侧身的刚度 使其侧门的门槛比其他车要高 这使得车手上下车变得十分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Rodov最终采用将车门铢链放在车顶的方法 这样车门就可以上下启动了 前面的问题依然而解 而奥一门车量产的故事却还没有结束 纽约的汽车进口商Max Hoffman 在看到W194后立刻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并敏于悦地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于是其极力游说奔驰量产W194 正是由于Max Hoffman的不懈努力 我们才得以看到奔驰的经典车型 Mercedes-Benz SL30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